民众你知道吗 担任志工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可以为自己未来存点劳本 这是配合高龄社会到来的同时 有一个高龄照顾成本的专案 在正式已经开课了 朱立伦市长也说到 希望高龄长者都能够踊跃报名参加 清北市首创不老志工训练 在今天上午开课了 市长朱立伦表示 面对高龄化社会到来 照顾长辈的志工需求日益增加 清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成立 高龄照顾成本专案的地区 从担任志工帮助别人开始 所累积的照顾的时数 未来也可以用在自己家人 或挣给其他需要的人 尤其这项方案的核心精神 除了可以助人之外 同时也可以妥善规划 老年生活的成本观念 真的是一个助人助级的好方案 我们的志工银行 我们新北市推出志工银行 不老志工成本专案 今天开始开训 那就是呼吁我们所有的长辈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来当志工 那自己为自己存本 自己也可以把存本的结果 将来帮助别人 每一个小时 事实上我们相对 我们市府会用社会的爱心 存180块钱 那将来你可以把这样的志工的基金 就是让别人来使用 也可以让自己来使用 这是一个助人助级的好方案 好 谢谢 茂名参加上课的班员也说到 参加志工银行 希望自己为社会有需要的人服务 也希望为自己存老本顾未来 去上护理大学课程的时候 透过社会局的一位老师 他就是帮我们很专业的介绍 那我听了我觉得是感觉蛮好的 因为我已经是坐望六的年纪了 进入老年生活 那我也觉得说 我本身只有两个小孩 他们工作也很忙 那如果说我现在可以 透过这样一个训练 我先去服务别人的长者 那有一天当我老化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可以是不是提取我的时数 让别人来服务我 社会局表示 志工训练课程陆续开课当中 不老志工受训完成 取得结业证书之后 会经由社工人员 媒合提供服务 如有意愿担任专业照顾服务的人员 均可以跟社会局老人福利科联络 永迦乐新闻新北市采访报导